一年一度的起歸祈福保平安观光节活动正式开始 在大年初九玉皇大帝生日这天 庙方举办的大龟王绕镜 以及钻轿角消灾祈福 吸引不少男女老少来到现场一同共享盛举 官老爷就是希望再去绕镜 让这个我们地方能更和谐更安定 这个疫情能降下来 进庙以后我们就是有民众来 转轿角车 有两三千人 31日早上10点多 疫城堂里摆满了各式大小的起歸 让人看了眼睛为之一亮 有重达20吨的超大龟王 以及好几只用台币和美金 一张一张打造而成的现金小起歸 民众来到庙中需要拨杯取得神明的同意 才能带回家 要来看一下 看看有没有适合我的 那个官圣帝君跟楼上的那一环大帝都很 这是灵侠 对啊也蛮帮助别人的 有美金的 有甚至韩元的 有日元的 世界各国的那个钱币 他们有拨的就有感应了 尤其今年我预计啦 就是那个大龟王帽跟二龟王 一定很长手 已经有人在订了啦 但是我是希望他们要加油啦 我也不能说我试给他 是由官老爷来试的 庙方主委洪荣里表示过去常用沙奇马 或是糖果饼干来制作龟王 但由于数量众多糖分又高 吃不完的同时也会造成浪费 现在的大龟王不一样 改用白米和米粉等物来填充 还可以帮助弱势民众 官老爷他就灵敏众生 是希望这只圣物能给有需要的人 所以说我们改变方式就是不给人家祈求整支的 我们现在就是以百米三千两百包 二十公吨就释放给一二三四级的低收入户 我们就如数发放一包不留 因为这是要给低收入的啦 比较穷困的人能还生 有机会也能成为好野人 起归活动将会持续到二月七日 一年才有一次的巨大盛会 民众可得要把握机会 记者潘志光庄书庭高雄报导